烤肉神器OpenPlot 主機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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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 烤肉神器OpenPlot 現在有出一段摺疊桌 我們現在來教大家如何組裝 首先我們會拿起它的輪胎 然後這個凸面是槽內 放進去之後 拿著墊片與螺母 放墊片 再放螺母 轉完之後 用我們附贈螺絲包把它鎖緊 這樣就完成輪胎的組裝了 車輪蓋 烤肉神器摺疊桌 輪胎就組裝完了 簡單的壓進去卡榫 聽到這聲音之後 扣上安全鎖 輕鬆的 組裝完成 它是可以滑動型的 先把烤肉爐固定就位 有四個孔位是來固定我們OpenPlot的角座 OpenPlot摺疊桌這邊有個掛鉤 可以用來掛瓦斯桶 記得瓦斯桶要朝向後方 摺疊桌上有個綁帶 我們將其綁住 固定瓦斯桶 這樣瓦斯桶就不會左右軟晃 將瓦斯與調整器轉緊後 確保我們這邊瓦斯是沒有洩漏 這樣就可以開始烤肉囉 現在已經架設好瓦斯桶後 這個把手的地方就是我們工作的正面 在我們將所有所需的工具掛上以後 這就完成了我們專業無煙行動廚房 我們的OpenPlot摺疊桌有15度的安全前傑設計 可以讓你輕鬆的移動你的行動廚房 喜愛露營戶外活動的朋友們 可以選配我們的高瓦斯轉接頭 使用它的固定架 將我們的高瓦斯轉接頭 轉上我們的瓦斯調整器後 將高瓦斯桶於轉接頭 全景後確保無漏氣 確認高瓦斯桶於固定器底座固定後 將綁帶壓緊 我們將其固定到掛鉤 確保我們的固定器固定後 這樣就可以安全使用囉 確認我們的瓦斯軟管要遠離固定 高瓦斯罐的拆卸順序 一定要先將火關掉以後 再拆我們的瓦斯罐 握緊我們的轉接頭 將瓦斯罐拆卸完畢後 再拆除我們的轉接頭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高瓦斯罐拆卸順序 我們的折疊桌收納打平 有個紅色按鈕 我們將其解除安全鎖 拔開我們的支撐架 將折疊桌的腳架進到卡一身 代表已經鎖上 這樣我們就可以輕鬆的帶走囉 我們坐在加速还有密 PerPI 是 就 uncom拿去多1湃 順序 這是 是